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根葱切碎 根据喜好调整 做法 一 首先 我们开始修剪金针菇 将其根的部分剪去 具体剪去多少 根据个人喜好调整 二 然后 将剪好的金针菇 用手撕成小数 如图 二 根据个人喜好调整 具体大小 且整齐的摆好 接下来 将其冲洗前进并立前 三 准备一锅开水 然后分批次的将金针菇 进行桌水 每一批大约一分钟左右 四 捉水完成后 把水里前 再将金针菇转移到盘子里 五 再一个小瓶底锅 用中火加热油 然后加入切碎的大蒜 煮大约10秒钟 不需要等大蒜变成褐色 六 接下来 开始加入酱油 糖 葱 七 把酱汁煮沸 然后把火关掉 注意 不要过长时间 烹掉 大蒜鱼葱 我们要的是新香又香喷喷的味道 煮好后 慢慢的把酱汁浇在金针菇上如图 此时 我们今天这道美食就大功告成 请享用吧 如果你喜欢 请收藏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同时也方便热厚食操 各位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其实美食做法千变默化 敢预创心服和自己口味才重要 下期记得 美食是一道学无决定的学问 读法说得好 金无足指 人无完整 所以欢迎各位美食家们 提出宝贵的建议一同来交流